大家好,欢迎收听民间故事,听有鬼事,租房经理 我是内蒙古的,在2019年的5月份,因为工作,我新租了一个房子 房子是在一个老小区里,小区里最高的一栋楼,就是我租的这栋房子 我租的是八楼顶层,这是一个一层三户的,我租的是中间这户 当时租的时候租金是1500元左右一个月 然后因为工作在附近,打算长租,希望便宜一点,和房东说了一下 房东大姐是个特别痛快的人,给我按1000一个月 要求是必须住够半年以上,要不然是不给退押金的 押金押了1000元 房子是粮食一厅,我和朋友一起住 他住的主卧,我住的次卧 5月份的时候,是夏天 我俩刚搬进去的第一天,就感觉房子的次卧特别阴 而且风还特别的大 给人特别不想住的感觉,但是没办法 1000元的房子不好找,只能硬着头皮住了 刚搬进去的前几天还行,什么事也没发生 刚过了一个星期左右 我总是能听到半夜有人在开关门的声音 我睡觉也是比较轻的,有一点动静我就能为吵醒 前期我还没当回事 因为我的朋友住在隔壁,我心想可能是他起床去卫生间上 接着,每天基本都是半夜一点左右,这个声音就开始响了 有一天,我下地开了灯,声音就没了 我就去问我朋友,是不是起床去卫生间开关门的声音 朋友说他根本就没去卫生间 但是他听这个声音,好像是我房间发出的 我就想,是不是我房间的窗户没关紧 风吹的门发出的声音 检查了窗户以后,发现窗户是关紧的 然后我又想,是不是门没有锁紧的原因 检查了以后,门也是锁紧的 但是这个声音没听过 每天基本都是半夜一点多就开始响 我这个人呢,神经也比较大条 没多想继续睡我的 到后来,有一天就感觉有人在推床 特别用力的那种,把我给摇醒了 我睁眼以后就没感觉了 我下地开了灯,检查了床 床一点问题也没有 但是只要我躺在床上 睡着后,就会感觉到有人在推床 到了第二天晚上,我就叫我朋友 来我这个房间里睡 我俩都感觉半夜有人在推床 被摇醒了 当时我俩蜷缩在床上,挨到了天亮 就不敢再住了 从公司请了假 回家给那个大姐发微信说 要退房子 大姐是死活不同意 后来我就把东西拿回了家 大姐给我发微信说 次卧的床头上面 本来挂了个铃铛 问我铃铛放到哪里了 我睡觉是比较轻的 有一点动静就被吵醒了 很难再睡着 刚搬进去的时候 确实发现次卧床头上有个铃铛 害怕自己睡不好 也没多想就取了下来 放进了床头柜里 这时想起来 那个铃铛究竟是干什么呢 之后大姐押金也没有给我退 再后来的后来 我去那个小区打听 几个老阿姨说 我之前租的那个房子 租了好几个人 都是住了没到一个月就跑了 有的人东西都没拿 我也想回那个房间里看看 就顺着楼梯走到了以前租的房子门前 这时房子的门是开着的 里面好像没有人 当我转身想走的时候 那个铃铛 响起来了 感谢静分享的故事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阿浩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